R.J.GAM.SQU.A 哈喽各位觀眾我是阿傑又來到我們的開箱時間 今天開什麼箱呢 就是我們的精靈寶可夢太陽 誒翻了 太陽與月亮的合集 那我以前呢其實是沒有玩過這類型的遊戲 像什麼以前有出什麼XY那種我都沒有玩過 那我是自從玩手機的Pokemon GO之後呢 我對寶可夢就有個怎麼講 應該算有點喜歡吧 那所以這次出了這個又是中文版 所以我就決定跟小小一人買一片 之後我會先實況太陽的部分 那小小應該會實況月亮的部分 所以之後等我們破關之後再交換過來 好不好我來實況月亮的部分 然後再實況太陽的部分 這樣子 那因為我呢我目前呢也是沒有3DS 我以前有買過台灣機 但是因為台灣機後來就不出片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賣掉了好不好 那所以這次呢我買了一台日軌機 然後我買的是萊姆綠的綠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實在不錯 你看它寫一個New New有沒有 那我們就開箱 先來看這個主機的部分 主機這個應該還蠻重的耶 我覺得整體 那我之前買那個台灣機是3DSXL 那應該是跟行銷一樣 這台灣叫XL 那日軌的叫LL 那裡面有說明書還有保證書之類 那這個因為看不懂 所以我們就不用管它了 那主要的重要的就是這台主機啦 感覺它包的還蠻有包覆性的 我們打開看 哇 欸真的蠻亮面的耶 超亮 你看 很鏡面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這個顏色蠻顯眼的 我以前台灣機是買白色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綠色呢看起來是還不錯 那因為我怕是白色會泛黃 所以我就不敢再買白色 然後這個是裡面的一個內膜 OK 那我已經有貼那個保護第二歲機 看起來還不錯 那因為我還沒開還沒充電 所以我就覺得先不要開機 因為通常電機產品都是你要充寶電再開機 會讓電池呢就是蓄電力比較好 所以之後呢 我會用這個來直播我們的這個 寶可夢的太陽月亮版本 OK 期待期待 期待我們之後用這個來直播 OK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箱我們的這個特典版啦 那太陽跟月亮呢 其實這裡面有一些神奇寶貝我都不認識 但是裡面應該有中文 我應該就比較不擔心啦 好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吧 那應該是兩片 兩片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月亮的部分 月亮 那這種卡夾呢 已經很久沒有拆過了 感覺把它拆壞 打開 OK 開了開開 裡面是一個卡榫 那裡面呢有這個 卡片 有這個這個卡夾 卡夾 小小一片 插到主機就好 那裡面它是有送這個球的 序號卡啦 然後一張那個 這個什麼 卡比獸的卡片 好像戰鬥卡牌之類的 OK 那還有一些說明書啊等等的 OK 這樣好像沒什麼齁 就大部分應該都是這樣子的卡夾 那這個我們就之後會輪流來玩玩看 那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太陽的部分 太陽 其實我比較 我覺得裡面呢我比較喜歡太陽的這個圖案 這個不叫什麼獸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OK 裡面一樣 也是一片卡夾 然後 也是有卡比獸的這個圖片 卡牌 那也是一樣有這個 喔 100顆的 寶貝球耶 有100顆耶 所以兩片就等於是200顆了這樣子 OK 差不多是這樣子 蠻期待開機的 不過要先充電才可以 那裡面好像還有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還有什麼 哇 裡面有貼紙耶 然後這個應該是什麼 什麼神秘禮物之類的 然後應該也是一個說明書 然後呢 因為我們是這個是特典版的 所以它有送序號給我們 喔 是夢幻的序號 那我好像有看到有人是什麼 小卡比獸 還是什麼之類的 應該是每個版本不同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會把它輸入在裡面 我們之後就可以有這個夢幻的部分 耶 太棒了 然後呢 它好像還有 那個什麼 什麼草的部分 我又不知道那個草在哪裡 啊 復活草啦 還有復活草這個 然後它還送了一個這個扇子給我們 我覺得這個還蠻精緻的 而且是亮面的 看起來是 很棒 很酷 OK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配件 就是 充電線 這是額外要買的 主機裡面是沒有的 那因為你實況呢 還要有聲音嘛 所以必須有音源線 那這個是卡夾盒 然後還送了一個我們的這個 水晶盒 水晶盒 那這個可以保護我們的3DS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開箱呢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們就期待下一次呢 就可以來直播我們的 太陽與月亮 OK 那我先直播太陽的部分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開箱直播 好不好 那如果你喜歡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我們會下次直播再見 大家 掰掰